后面说 姚舜在中国历史上以孝顺称住 他面对的是寂寞 其中的人情事故可以理解 为什么世上还有亲生父母毫无人心 这事否也算是因果报应似的 这个完全是因果 但是你要想的 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时代 不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中国几千年从小都有家教 所以这个社会上像这场悖逆冷场的事情很少很少 但是现在由于清朝亡国之后 中国社会一直动乱 日本人这个清热 八年抗战把中国社会整个打乱了 一直到现在不能恢复正常 所以我们失去了传统伦理道德英国的教学 至少差不多到一百年了 现在恢复很不容易 所以现在父母亲生父母对待子女 这些我们在旁边看都算是正常的 没有学过 从小没人教 而且社会这会都是这样做法 所以他也要看到 看到这个社会是这样 全都学坏了 我们现在要是做个很好的样子 他都开头说也不正常 可是要勇敢一直做下去 时间久了 他慢慢他就能久了 父母实在不能相处 你离开家到外面工作 每个月给家里钱祭奠供养 养活风 他人他不喜欢你 钱他爱 他不会丢掉的 要天天送经念佛给他回家 帮助他 帮助他小宅 要供养长城派会 希望他多活几年 慢慢觉悟了 他就变成好人了 这做儿女的地方小心 一定要有 不可以说他快早一点死掉 少早一点醉业 这个不是孝心的心理 这不是做儿女应该当作的事情